我后面就是沈阳的青昭陵 这个是黄太极的陵墓 它与那个北陵公园是挨着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坊 我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都靠近后面了 前面是一个黄太极广场 那么在沈阳这边还有个青斧陵 那个是诺尔哈赤的 这个就是黄陵啊 规模相当庞大 不仅有地下建筑 就是地下宫殿 而且还有地面上的建筑 它都是仿他生前居住 那个宫殿来建造的 所以说在这个沈阳 只有两座青带陵墓 大家看一下 这个前面是一个斜坡形的 大家知道 它为啥是斜坡形的吗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个斜坡形的呢 因为往上面走 就快到那个皇帝的坟墓了 那么你如果是平的话 你不能跟这个皇帝平起平坐呀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 他这个台阶有个坡度 这个坡度你往上走的时候 你是不是弯着腰低着头啊 就是不要正面看皇帝 那么你下来的时候 你也是弯着腰低着头 为什么 因为上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啊 你怎么能跟皇帝平起平坐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斜坡就是这个用途 赵陵 这个前面就是赵陵的门楼 再往里面走不远 就是那个坟墓了 现在外面下雨了 这个房子上长草了 在那个门楼后边 走不远就是皇帝的坟墓所在地 也就是说一个大土堆 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在土堆的下面有一个哑巴院 为啥叫哑巴院呢 据说当时请工人修的时候 那些工人都不会说话的 为啥呢 因为你会说话的话 因为你会说话 怕你泄露秘密 知道吧 这里面要票的票涨价了 咱就不进去了 咱就在外边看看吧 等明天我去那个清府林 清府林便宜一些吧 在这个墓的中间就是神道 神道两边摆放着石像声 这个石像声全部都是动物 它有人物的形象 意思就是守护皇帝的灵情 那么皇帝这个神道两侧 放这个石像声 都是从那个唐朝开始的 这是武则天那个时期 这边还有湖泊呢 还可以划船的 沈阳这几天挺热的 这下雨都凉快一些 再往前面走 就是皇太极广场 说这个皇陵在古代 就是在当时来说 都是有士兵把守的 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相当严格的 看一下 这个就是皇太极的雕像 爱新觉罗 1592到1643年 这里面有好多松树啊 这可能都是当年的 要么就是移植过来的 我感觉应该是以前的 前面就是出口了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看看了吧 前面这个高大的门楼 就相当于故宫的 大城门一样 同时呢 这个也是进入陵墓的 第一道门 它这个是两个门的 一个西门 还有一个北门 行 今天就参观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